这头水牛一脸愤怒的东张西望 下一刻便操着牛角猛然撞向身旁的气候 连撞两下后才消息转身离开 但他刚走两步就又停了下来 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和略加思索 水牛竟直接掉头朝反方向走去 举止怪异让人捉摸不透 是什么让水牛如此性情暴躁举止异常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平静的草原上几头水牛正趴在地上休息 此时一群狮子突然从岸边冲出 牛群健壮立马起身逃窜 一时间乱作一团 有乱就必有失误 一头水牛不慎狡猾落后瞬间成为焦点 之后慌不择路之下又跑错了方向 简直是牺牲自己成全队友的典范 不过水牛也没轻易向命运低头 他机智地利用山坡优势抵御最先袭来的母狮 随后钻入灌木丛妄图隐蔽身形 但他太过小去身后 这群大猫的嗅觉 水牛计划落空只能再次拼命逃跑 而当他逃至一处水潭边缘时 忽然集中生智 扭头冲向水潭 群师见识不妙 竭力拦截却为时已晚 水牛最终硬扛伤害 成功冲入水潭 由于水位太深 狮群一时间有些忌惮 水牛健壮竟直接对狮群发起挑衅 颇有一牛占群狮的壮举 怒气撒完扭头便走 却犯了把后背留给猫客的大忌 为了挣脱束缚 水牛不停地原地打转 在无半分之前的嚣张跋扈 但直到他精疲力尽 狮子依旧稳如泰山 虽然无法摆脱母狮的纠缠 但母狮一时间也给他造不成致命伤害 因此水牛索性忍痛 提防岸边吃瓜的群狮 毕竟一旦被他们蜂拥而上 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好在这群狮子最多只是虎视眈眈 没有一个敢于下水之缘 水牛健壮心情稍稍放缓 可警惕之心照样不能改变 逼退了一头母狮的上前之缘 水牛的处境也渐渐有所好转 母狮见自己同伴迟迟不改上前 又见族群不知为何一哄而散 也干脆抛下猎物游回岸边 看着母狮越走越远 水牛明白自己最后成功杀退群狮 侥幸逃出生天 狮群虽心有不甘 却也只是站在对岸不敢再犯 水牛死死盯着对面 夹之屁股撕裂般的疼痛 也许让他回忆起了之前的磨难 上岸后的水牛竟对旁边的汽车撒起了气 五顶在车上的游客经不连连 随后牛头一转呆立在了原地 兴许是顶得太猛 有些脑震荡 等回过神后 水牛不作停留 转身向着原来的方向离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